还落下了难而泪 另外西罗也罕见的在球场发怒 因为对手模仿他的动作 穿着黄绿球衣的巴西球迷全身贯注 但下一秒 他们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巴西森巴军团在卡达世界杯2比0 击败塞尔维亚拿下小组赛首胜 但巴西球迷或许没办法 开心太早 因为他们的争冠之路出现变数 巴西主将内马尔这场比赛 被犯规多达9次 成为本届士族的被犯规王 而且内马尔还因为脚踝受伤 只踢了79分钟 在离场时落下男儿泪 对一说内马尔的脚踝 还需要观察48小时 这位内马尔分身 自告奋勇上阵 不过内马尔如果伤到无法再踢 恐怕他也帮不上什么忙 至于今年氏族的另一颗巨星 葡萄牙的C罗 在面对加纳的比赛 踢进这颗12码罚球 写下新的氏族记录 从2006年德国氏族以来 C罗每届都有进球 2014年更上演帽子戏法 累计已经在氏族赛 踢进8球 这场比赛关于C罗还有小插曲 加纳的布卡里头锤进球后 疑似模仿C罗招牌得胜动作 让C罗大为不满 还跟裁判抗议 这是C罗和内马尔 在世界杯的最后义务 两个人的表现备受球迷关心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昨天乌拉圭对南韩 以0比0踢合 外界也非常关注他们队长孙新敏 详情交给蓝渔明 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 来关心到南韩跟乌拉圭这场比赛 这个在南美的一个强队 乌拉圭过去是有相当好的历史 前两届世界杯 首届跟第二届是拿下了冠军 对上了韩国 其实外界都是看好 乌拉圭应该能够过关 但没有想到这场比赛 靠着韩国队的死守 最终是踢成了0比0合局 画面上可以看到 戴着面具的是 韩国队的球星孙新敏 为什么戴着面具 因为日前 他因为在比赛当中 不小心伤了脸部 所以有动了手术 其实孙新敏他现在是亚洲的球王 表现相当出色 在效力在英超的时候 其实表现相当的好 而且还是英超史上首位 亚洲金靴 也是金球场排名最高的亚洲球员 七度当全亚洲足球先生 其实可以看到过去 自评这么多的一些东西 包含他代言很多商品 也是英超史上最棒的双枪侠 最终是爸爸对他训练非常的严格 要他四个小时不坠地的控球 而且最终是他的语言天分很强 在德国出道 当然对他来说 C罗是他非常崇拜的一个偶像 所以他也选择了七号球衣 来当做他的背景 其实可以看到 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韩国队是把乌拉圭踢合了 所以让他们在小组赛 保有着不错的竞争优势 而就在昨天韩国队比赛的时候 南韩首尔市民走上街头 为他们的队友加油打气 但是警方非常紧绷地维持秩序 还找来特种部队帮忙 首尔攻划门广场 南韩人各个换上红色球衣 加油棒在手中不停挥舞 全是为了相隔12年 在世界杯再度上演的 南韩与乌拉圭大战 只是南韩上个月 才碰上离太原事故 这次穷迷集结 政府完全不敢大意 不仅关赛民众 才一人一座位 保持间隔距离 也出动满满警力戒备 警察都光华门 광장에만 警察官41名을 비롯해 8개 기동대를 배치했습니다 여기에 경찰 특공대까지 투입해 安全 사고 대비에 나섰습니다 不过今年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天气冷 还是离太原事件影响 光华门且只剩下1.5万人 对比4年前 俄罗斯世界杯光华门广场聚集 2万人看球相比 显得冷清了些 尽管如此 南韩在其他地方 像水源市体育场 也涌入2万人关阵 南韩还特别出动 特种部队维持秩序 就怕球迷太兴奋 可惜这场 南韩对吴拉圭的比赛 实在太闷 踢完90分钟 双方都没进球 至于亚洲一哥 南韩队长孙新明 比赛中一度被踹伤脚踝 连战靴都掉了 他赛前欲左眼周围骨猎意外 特别戴上防护面具出战 仿佛蝙蝠侠的造型 依旧是场上焦点 天边新闻综合报道 好 继续请到渔民 今年世界杯是在卡达举行 但是美国媒体却说 大赢家不是卡达 而是杜拜 为什么呢 这次卡达世界杯的禁忌 非常的多 当然禁酒令是一个 相当大的关键 在世界杯开幕的前48个小时 主办国就反悔了 说只有杜哈球迷区 还有少数的场所可以买酒 球场内必须要是 无酒精的饮料 也就是说你只能喝可乐 喝喝雪碧 气息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或者一些红茶奶茶之类 但是这对于球迷来讲 其实他就没有办法 能够享受到一些酒精性饮料 现在很多球迷是 选择我住在杜拜 然后再飞去卡达来看球 这样会很麻烦吗 其实主办国 他们就是有办了一些东西 像是他们指定了 朱美拉的中旅岛新酒店 为球迷使用 而且他们简化了 出入境的时间 因为这样就能够缩短 这个搭飞机的往返 杜拜到杜哈只需要一个小时 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每天世界杯 都有差不多十几百的航班 是来回往返 别人就是说球迷 如果你真的觉得当地的禁令 太麻烦 你可以选择在旁边 也就是杜拜这边 来喝酒 来进行你的个人享乐 看球的时候 再飞到了卡达 其实这样的选择 虽然说有些人觉得很麻烦 但是仍旧是有球迷 选择用这样的方式 来满足他们看球的欲望 也成了世界杯的新鲜话题 还有的话题是 英超豪门 曼联的老板 他在C罗离队的后 传出打算卖掉球队 那现在有可能 贝克汉会变成老板吗 世界杯之外 在世界主坛也出现了很多 劲爆的消息 当然最重要就是 英超豪门球队 曼联队 老板说要卖球队了 这个在最近 除了卖球队的效应之外 C罗最近跟他们闹得 也不是很愉快 跟现在的教练唐哈格 没有办法处得很好 所以现在C罗也是确定离开了 当初曾经闯过 非常丰富经验的曼联队 尤其在2013年 老佛也离开这些球队之后 他们整个的成绩 就慢慢的往下坡 格拉社家族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曼联队 游泳者在2005年入主了曼联 但是球会17年来 第一个不在累累 第二个成绩下滑 第三个球迷抗议不断 所以现在还已经开放了 要让各方来报价 来看看要花多少钱 来看曼联队 是可以把它收购起来 而且委托银行做财务咨询 外界现在就揣测说 贝克汉 贝克汉是非常有可能 成为下一个潜在买家 因为过去他跟英超 曼联队的关系非常的好 再来还有是英国首富拉杰夫 也可能会开价收购 毕竟虽然说曼联队 现在有很多内忧外患的问题 但是身为英超传统豪门 这支球队有了许多光荣的历史 也孕育出不少的足球球星 能够拿下这支球队 对于很多人来说 可能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 一块拼图 想到足球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是足球鞋 最大的制造商 市占率大概有两成以上 那谁穿过MIT的球鞋呢 内玛尔 还有美希 全球都在封氏族赛 不过大家可能不知道 他们所穿的足球鞋 其实跟台湾有很大的渊源 像是足球明星内玛尔 以及梅西 他们打进世界 被厂商所穿的足球鞋呢 其实都是来自于台湾的制造厂商 这个要耐寒冷 还有耐黄变 还耐曲折 所以它有很多的要求 拿起鞋底塑胶 往前往后搬 要有足够的弹性 以及床丁抓地力也要够强 足球鞋强调功能性 都得到位 而办公室里摆满各式足球鞋 美式足球鞋 慢跑鞋 这些全都是与国际运动大厂合作开发 由品牌提供设计图 其他包含鞋底 鞋带 鞋体 从材质到组装 都是由这间成立30年的鞋厂制造而成 刚刚做他足球鞋的时候 他有建议我们买一些后帮机 比较特殊的做足球鞋机器 然后后面还要打钉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 哇 这个鞋子有这么样的高的要求 顺着客人的这个业绩跟产品 去做一些学习跟投资 试穿跟前面的准备工作就很重要 那当然到我们生产线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把鞋子的bonding要做好 制造足球鞋的研发制造 鞋厂年产大约4000万运动鞋 其中足球鞋就有2000万双 在全球的足球市占率达到两成以上 等于每五双鞋中 就有一双来自于成为家之首 不仅成为全球最大的足球鞋供应商 更成功打进世界杯 搭上四年一次市足赛 包含早期席单 赛道现役的内玛尔 美西等等 交上足球鞋都来自于台厂制造 而这次卡达氏族赛中 一共有47位球员再度把MIT穿进球场中 得了足球明星加持 让成为家的足球鞋版图不断扩大 在设备上也得跟着紧紧 在我们产线上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开发前段的时候 我们足球鞋大部分会比其他鞋子 很费工的做一件事叫做四穿鞋 过程大概都发十个月到一年 我们比较着力的点是在 我们英文叫bottom 就是所谓的大底这一块 射出大底这块的东西 塑胶射出这一块 而在环保跟人工这种所谓的压力之下 尽可能把它操有所谓的生产流程 自动化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做了DI的这个鞋子 而不止足球鞋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凭着台湾制鞋代工供应链 深厚的基础优势 也成功抢进全球751亿美元的运动鞋市场 每年以5%到10%的速度稳定成长 让鞋业代工厂成为国内的隐形冠军 未来其实我的看法会往两块走 一个就是平价 一个就是高价 高价的部分就分成有特殊性的 运动的专用鞋或是名人的专用鞋 未来这个市场会越来越 台湾在全球鞋业的地位 我的看法是我们是很好的研发单位 因为我们累积这么多年做鞋业经验 所以人才库是有 第二个台商很会做工厂管理 第三个我们产业分工很细 因为台湾的上中下游都穿得很漂亮 MIT运动鞋遍布世界各地 支鞋业者翻转传统产业框架 继续在运动鞋市场大饼中 毅力不摇 TVB的新闻花专层流军台中采访不到 你说回艺莎美食 哇 高厚了 艺莎比赛才有办法一口租下去 可以 可以 你很顺耶 很重耶 哇 哇 天啊 荒谬得厚耶 买去上课 应该会很丘啊 那高落界的代表 被牛变得到耶 感谢迪新三局的一位